哲人其尾,泰山其腿 当地时间2月6日凌晨,一代国学大师饶宗怡于香港去世,享年101岁 饶宗怡是享誉海内外的学界泰斗和书画大师 其学如古寒金,贯通中西,在当代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 香港是饶宗怡的福地,在战乱时期香港让大师能够潜心制学 在这里完成了大部分研究著作 香港大学饶宗怡学术馆馆长李卓芬对中心社记者表示 自己在90年代初与饶宫结缘 后来代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一直支持饶宫的研究工作 李卓芬说,饶宗怡待人态度温和,欣喜香港社会 在2002年香港经济低迷时期 饶宗怡将其手术的心惊赠予港人,以鼓舞士气 在香港当时的经济很不好 那饶宗怡写了这个心惊就送给香港市民 算是对香港的一份忠心的祝福 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就希望把这个心惊为香港带来祝福 饶宗怡手术的心惊完成后 李卓芬就与各方联系 希望能够找到一块合适的石头雕刻 可惜香港的环境气候令石壁容易风化 于是特区政府将木宝转化为户外大型展览 选址于大宇山天坛大佛附近 落成了由38只木柱组成的心惊简林 香港特区政府前民政事务局副局长许晓辉对记者说 饶宗怡一生都在追求自己所热爱的研究 在学术道路上始终保有赤子之心 就是因为他对于那个学问的热爱 对于文化的那份沉醉 智学的精神 就是对学术的那份年纪那份热爱 那希望可以继续感染美一代 让我们每个人都 更认真的去学习中华文化 真正做到他所提倡的 把21世纪做好中华文化的文艺复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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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杨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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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Earth focused热爱的赤子 囉 우리는更新给达了